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尾盘的方式拉上来 那我们这边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现阶段的格局来说 它是一个呈现一个亮缩的整理盘 那亮缩的整理盘 它这时间点亮缩 当然它是有助于什么 有助于短线过热指标的化解 所以这个时间点亮缩 它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而且在这个盘式当中呢 我想或许有些朋友会担心 所谓的这个多头已经结束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先前其实上涨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这一天 这一天它再一度回测到月线之后又往上拉 然后今天再收了一根红K 那其实整体盘式来说 它就是一个整理盘 因为在先前上涨过程当中 并没有出现一个所谓爆量失控的 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到目前为止 它还是由多头再持续在控盘当中 特别是在这一天的时间 为什么我讲这一天呢 因为这一天你可以看得出控盘的意图就是 那一天是 那一天的前一天 是川普利空出来 大跌的那一天 所以那一天的回测 其实是一个利空的测试 出来的一个一只脚 这是我刚刚所说的 那一天很重要 是一个所谓的控盘的意图 所以到目前为止 它还是多方在持续控盘当中 但是呢 我们现阶段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那当然OTC短底行程之后 是不是能够续墙 目前还压在颈线的位置 是不是能够续墙 我们要持续观察 那当然同样的 还是一样 老话一句 现阶段 给各位的建议还是一样 万点 斗智不斗勇 在万点附近的时候 我们拼的是智慧 不是拼勇气 那它其中有几个重点 我们还是要请各位好朋友 要记得 在现阶段来说 我们要注意的是 不要到处的追高 因为很多的时候 你在这种时间点 量缩整理的时候 很多的法人 或者是有一些阻力 他的操作期间会比较短 他的操作期间 比较操作偏向于短线的情况之下 你去做过度的追高 很容易被人家 马上拉高就倒给你 这一点一定要记得 举例来说 像是6435的大宗 你看它到尾盘跌了6.05% 各位好朋友 但是你往往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是 它在上个礼拜五才涨停而已 那你上个礼拜五看到它涨停 你没有去买隔天你今天一早开盘 哇你看它好像要续墙了 整理一下 好像又没有事了 你跳进去买 然后结果 受伤 又或者是 像这种涨太多的股票 一点卖压出来 在这种量缩的盘势当中 它很容易就出现 杀成这样的情况 所以各位好朋友一定要记得 不要做一个所谓的过度的追高 就像我先前跟各位说的 万点斗智不斗勇 既追涨杀跌 既会追涨杀跌 那当然 在现阶段来说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我们要注意的是 只去去评估一档个股 它真实的价值 它的成长性消退了没 它的获利性减退了没 它五月营收 有没有机会再转强 这个是现阶段在 五月二十二号的时间 你要开始多加留意 五月份营收 是不是有机会 能够再继续转强 那我们来看几档个股 这档3363的上权 3363的上权是 阿翔老师在上个礼拜三的时间 今天礼拜一 礼拜五礼拜四礼拜三 在上个礼拜三的时间 Lite 8上面盘中 点名转强的股票的其中一档 那时候点名的时候才35块多 他说还不到36块 后来整个拉上去 今天到39块2 那当然这两个股 他背后有他自己的利基性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要注意的是 你在上个礼拜三 你看到Lite 8上中 我们点名到3363的上权 你当时候去买 那当然到今天 创新高你是一定赚钱 但是有一个重点跟前提 要注意的是什么 要注意的就是 我刚刚说过了 在这个时间点 忌讳追涨杀跌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看他一路往上走 你先前没有点名的时候 没有来的去买 没有当天就去买 你后来一直追价 那假设你最后今天 你就变成反而容易受伤 了解这个意思吗 不过这个今天有创新高 也是很替我们的这个 当初我们买进的会员朋友开心 但是呢更重要一点 是在于什么 在于说 现阶段 各位好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想会员朋友都有发现 阿翔老师 现在采取的操作策略 资金配置的方式 我们会采取一个 分进合集的方式 分散买进 最后再做合并 进攻的这样子的动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需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阿翔老师的会员朋友 人数很多 那我们也很清楚一件事情 很清楚什么事情 很清楚现阶段这个盘式 它呈现的是什么 呈现的是量萎缩的整理盘 量萎缩的整理盘之下 法人主力操作的节奏比较短 甚至有一些会故意 跟有对坐的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故意对坐的意思 就是说你会发现 有些在盘中连线的时候 讲的股票 它不然很强 然后马上杀下来 这就有些有心人士 在故意对坐做价差 来从中谋取价差的 这样子的动作 所以在这样子的盘式之下呢 那再加上阿翔老师的 会员朋友人数很多 所以我们不能在这个时间点 在整个多跟空 没有明确表态之前 你去做一个单一个股 集中重压的这样子的动作 我认为这样风险太高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采取的是 拿几档看好的产业 看好的产业当中 拿几档股票 我们锁定住看好 我们采取的是 分散布局的方式 举例来说你大概只有 大概资金在一百万以下 大概几十万的朋友 你以三档 每一档买15% 15% 15%的资金 你是不是还有 55%的现金在手上 你这ABC三档股票 第一个假设 它是3D感受元件 第二个是因为 iPhone8新搭载的 这个充电技术 不管是无线充电 或者是快充 其中挑一档股票 第三个选择记忆体 那你在这三个产业当中 其中挑出各一档股票 你布局15% 15% 15% 那是不是自然而然 你的风险可以分散开来 那但是又不会过度的分散 但是又避免过度支金 其中在单一个股 然后被人家对着 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各位好朋友 这个盘式 在这个时间点 也许你看到很多的财经节目 你会发现 有些节目从头到尾 永远不管盘式好 或者是盘式坏 或者是盘式不明朗 他永远 你看的那个节目 他永远都是叫你重压股票 那你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吗 你了解阿翔老师的意思吗 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盘式 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量受整理盘 你会发现 有些法人的操作 有些阻力的操作 节奏会比较短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我们过度公开持股 你自然而然很容易被对注 这也是为什么阿翔老师 一直带会员朋友 在布局的这一档 有一档股票 叫做最有价值的小评股 这档股票 我们一直都不公开的原因 也在这边 避免筹码凌乱 避免被人家对注 那当然你看 为什么现阶段 采取这样子的方式 这又牵扯到有一档股票 我们先前在谈的 3227的原相 3227的原相 先前我们在这边建立持股 建立持股之后 它往上拉上去 往上拉上去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一档股票 到整理的这段时间 阿翔老师去看 他的手码状况 我们发现 有些特定的业内 一直在给我做当冲 不然就是做隔日冲 就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短 那你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我 你在这样发现 到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会员朋友在前面 已经低成本先买了 但是你所期待的是什么 所期待的是 他能够续墙 而且续工 但是却被短线客 冲来冲去的情况之下 他就很容易造成 他的趋势变成 到现在为止 开始进入整理 所以你会发现 最近这几天 阿翔老师 很少去点名单一的个股 原因也在这边 所以我要跟会员朋友说 现阶段我们采取的就是 分进合集的方式 你先锁定好的股票 假设你资金是更多的 是在一百万以上 你就以五档为主 那你假设ABCDE 这五档股票当中 各买了一成 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你是不是还有50%的现金 那另外这五档股票 假设你今天盘是在明确的之后 所谓的明确是 或者是多方放量供给表态之后 又或者是这五档个股当中 其中有一档 多方确定表态之后 你自然而然可以在其中的一档 假设是逼股票 它转强 你再去做加码 这样就OK 那可能有些投资朋友 会听到这边 会说 那阿翔老师 那现在空手就好了 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在股票市场 久的朋友都很清楚 空手是最容易让人 失去盘感的时候 而空手的朋友 往往也是追在最高的时候 你知道很多空手的朋友 都往往到后面 都是追高的那一批人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用分进合集的方式 又可以降 有效的降低风险 避免掉此股过度 单一集中的风险 以防被人家对住 而第三个部分就是 一旦发动 资金转换 是很 反而就能够直接赚钱 那我了解这个意思吗 那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 好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再来看看几个重要的股票 那我们今天继续 再来谈谈记忆体的 个股的部分 记忆体的个股的部分 2337的望宏 虽然先前 那一度传出要减支 那当然目前 这个减支 减支的这个时间 是还没有确定 预计应该是 七八月之后的事情 那很多好朋友看到 这辆股票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他在 这一天我们说 在这一天的时间 我们节目上面 以及light上面 也就是上个礼拜三的时间 我们说 记忆体有机会开始要转强 然后结果果不其然 讲完之后 点名完之后 隔天望虹开盘涨9个百分点 收盘有一些卖压产生 收盘的时候涨2%多 然后再来上个礼拜五 再涨3%多 那今天再涨1个百分点多 那假设如果这边换过去 他就有机会去做一个 多方继续攻击的 这样子的动作 不过他现在 由于他还在分盘交易 这个是再次的处置 所以是变成不需5分钟一盘 是25分钟一盘 那另外呢 2344的华邦店 这档筹码会比较凌乱一些 因为毕竟 毕竟跟望虹比较起来 望虹先前是全额交割 现在已经打开 已经开放 可以恢复成普通的交割的方式 但是呢 很多投资朋友 会比较选择做的 大部分的产物朋友 会比较选择做的是 一定是华邦店 那当然华邦店 他呈现的就没有像望虹一样 这么样的强的 相对来说 比望虹还稍微弱了一些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题材性的问题 所以题材性的问题 是来自于两方面 第一方面 当然两者之间 都会因为三星S8 销量非常好的情况之下 引发市场上 对于OLED这一块来说 变成他又 因为OLED的关系 所以No Flash的部分 他必须要再加挂一颗 这个记忆体的部分 所以就变成说 这个是促进报价 上涨的动能 就是如果OLED的这个手机 卖得非常好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促进报价 继续往上涨的动能之一 所以在两者之间 望虹华邦店 都有这样子的特性 当然这个产业性 是相关联性是一样的 但是望虹比华邦店 还多一个优势 是在于说 他的题材性 包含了任天堂的供应链 那我想我们先前在做利基的时候 我想各位很清楚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任天堂新的主机Switch 他是今年推出来之后 他全球呈现的是 卖得非常好 已经打破了任天堂自己 过去未的历史记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望虹因为本身是任天堂的供应链 所以他比华邦店又多了一项 业绩成长的动能来源之一 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另外第三个部分 就是5289的仪顶 5289的仪顶 短线上K线并不是这么好看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 这张股票在今年 在今年他的获利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OK 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其实你要去注意一个重点 你看哦 5289的仪顶 4月份营收是年增66% 这是跟同样的 你看望虹或者这个华邦店 4月份年增3% 2337的望虹是年增17% 反而你会看到 奇怪这个市场上 很少人在讲的股票 他的年增竟然是这么的漂亮 那累积到4月的年营收 累积成长率已经来到37% 那这边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那当然因为第一季有一些汇损的关系 1.62% 去年同期是2.04% 那乙顶跟望虹跟华邦店 比较不同的就是 他是工 他的这个 这个规 他的这个产品主要是用在工业控制 工控的这一块 所以就变成说这两个的区分不太一样 虽然同样是记忆体的产业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 短线上虽然说他的股价 走势不是这么的漂亮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这有反转了吗 你就K线来看 他是有这样子的现象 但是我们来去算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 上面整理六天就下来 各位好朋友 这是头部吗 很大的头还很小的头 好 杀下来的时候量取在下面这个位置 你觉得呢 然后我刚刚特别打出来 这是外资的买卖超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就点到为止 我说过了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采取的是分进合集的方式 并且仔细评估一档个股 它真正的价值 未来会不会继续成长 如果今天一档个股 未来会继续成长 当它股价压回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采取的方向 一定是找到对的买点 因为找到对的买点的时候 因为一档个股 它继续成长的过程当中 当它股价压回 它的这个投资价值是会增加的 感谢各位收看 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的 这个操作的策略 我们今天给各位的操作策略 采取的方式 会建议各位在这种 量缩整理盘的时候 你不要到处的去追高 你持股也不需要换来换去 你只要锁定好三到五档 按你的资金比重的资金多寡 来决定你配置上的比例 采取分散进场的方式 等到盘式稳定多方表态 或者是个股表态的时候 再做合集的动作 这就是所谓分敬合集 感谢各位收看 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来 又或者是您可以加入 阿翔老师的Lite 阿翔老师的Lite 是小老鼠小写的T2330 你只要输入手机上的Lite 输入这个ID 你就可以找到阿翔老师的Lite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明天见